台湾动物紧急救援小组 去年在台东街头 找到这只小黄狗A爸 结果赫然发现 它的嘴巴已经完全变形 几乎失去功能 吃东西的时候 食物常常会从嘴巴两边掉出来 导致身体营养不良 炎炎一息 志工发现时已经瘦成皮包骨 我拍得到吗 有没有 这个就都只是在几颗牙齿啊 它是在这个地方整个断掉 断掉 对 所以它没有啊 它只是它这边的牙齿 有没有 这边牙齿还有这边 对对对 它吃东西的时候就是会撒得一地 然后吃东西就变得很慢 那有时候就会发出那拱火的声音 那基本上这个应该都是车祸造成的 那这个耳朵应该也是在车祸的时候 它有撞到的时候有耳血肿 那耳血肿之后处理 它就会变成说 它会变成 缩曲 对 卷曲缩起来 一般的小狗都咬尾巴 可是A爸的尾巴 从当初发现时就像这样 紧紧夹在屁股下面 不然发现 这段回忆已经让A爸留下无法抹面的阴影 就算是面对四个月下来 早期相处的寿医师 A爸还是无法展开心房 充实自信 他之前来的时候有很多皮肤病很严重 那现在皮肤有比较好了 对 所以他应该受伤之后 在外面有流浪一阵子 因为这种残障的狗 在台湾不容易受嘛 所以一般中心 是比较少家里会营养 对 比较少 因为要照顾他的时间和空间 都需要比较 时间比较长 空间要比较大 由于A爸的外表并不讨喜 等了好久都没有人愿意认养 因此救援中心 就把他努力活下来的故事 贴到网路上 结果在国际间引发回响 现在A爸即将在2月底 前往加拿大温哥华 由当地的动保团体 要帮他找到新的主人 希望A爸能在新的环境里获得重生 记者洪嘉欧 台湾什么道